大家好,我是花牙猫 今天的教学内容是关于如何在Blender那一帮物件上材质 主要会用到的贴图就是我们上一部教学中所提到的那些贴图 如果你还没有看上一部教学的话 可以先去把基本的材质的知识补起来 然后这一部教学中我们就会直接进入实作 去示范怎么样帮贴图连接到相对应的Node的位置 同时也会介绍更多跟Shader Editor有关的内容 首先我们会先需要一些贴图 所以来到现在这个网站 然后这边因为是示范的关系 所以我下载的尺寸比较大 那我这边下载的是4K的JPG 但如果你是想要使用在游戏上或是使用在动画上的话 不一定要下载到4K或是8K 要下载多大的贴图去使用在动画或是游戏引擎中 是取决于这个物件在场景中距离摄影机的远近 还有你想要展现出什么样的风格 所以要下载多大其实是没有一定的 只是下载的越大的话 消耗的记忆体相对就越高 那制作过程通常就会在其中取得一个平衡 这样就可以决定你要下载多大的材质或贴图 这边下载完成之后呢 可以帮他进行解压缩就会得到这样的资料夹 那在资料夹内你可以看到这边总共有5个贴图 AO贴图 颜色贴图 Displacement Normal跟Roughness 这些贴图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汇入到Blender中去进行设定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Blender 首先把正中间的DefaultCube删除 然后新增一个平面 平面我把它放大 按Ctrl A Apply Scale 接着到右边的材质Panel这边 按New 帮他新增一个新的Material 新增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往上拉 有些人会习惯左右啦 但我自己是习惯上下去看 那这边呢 点选之后把它换成Shutter Editor 左边点选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视窗 那右边这边我们不会用到 我们可以按N把它关掉 当你新增一个新的Material给物件的时候 Blender会自动帮你新增两个Node在里面 一个是Principal BSDF 另外一个是Material Output 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也可以把它删掉 那像我刚刚不想按到这个箭头呢 可以把它打开跟收起来 再像这样子的操作画面 我们可以叫它Node Based Shutter 也就是它的渲染模式呢 其实是建立在很多Node相连的基础上 像现在这个我们可以叫它一个Node 这个也可以叫它一个Node Node跟Node之间呢 有线相连 我们可以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通常Node呢 都会在左边会有一些点 或是右边会有点 那这个点呢 就是让你可以彼此之间相互连接的 如果我现在想要取消这一条线的话 我可以在右边这个点按左键 然后把它拉到空白的地方 左键放掉 它就会直接取消连线 那如果我现在想要把它再连回去的话呢 到左边这个左键点选 然后拖异到右边 左键放掉 它就可以彼此相连在一起 像这样子的Node 在这边总共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按Shift A 跟我们在场景内新增物件一样 按Shift A之后呢 这里有个Search 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Node的确切名称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Search 然后直接打它的名称去寻找那个Node 或者是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一排 有Input Output Shader Texture Color Vector Converter Script Script这个是要自己打程式 那group是如果你之后有连接很多个Node 并且想要把它们打包成一个group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 那我们这边 会用到的就是Principal的BSDF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动它 不需要把它删除 等一下你会在操作的过程中更加明白 什么意思是Node彼此之间的连接 那在实际操作之前呢 我们先需要到Edit Preferences这里 我们要先打开一个在使用Shader Editor的时候 一定一定会用到的功能 在Addons的Panel这边呢 我们这边搜寻Rangler W-R-A-N-G-L-E-R 也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预设的话 可能是没有开的 那就要麻烦你在这边把它打勾 然后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它会提供一些你在Shader Editor当中 可以进行的shortcut 也就是如果你刚刚那个没有打开的话 这边的有些快捷键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接着我们要来进行实作 我们把刚刚的画面调整成 比较适合看到的样子 那这个灯光呢 我希望它是SUM 所以我把它调成SUM 然后Strength直接调成2 那按Z到Rendered 可以看到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现在就是白色的 我们现在如果把它调不同颜色的话 它就可以成为不同的颜色的材质 但是我们刚刚有下载好贴图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把贴图汇入进来 那在这边呢汇入进来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可以按Shift A 然后这边有个Texture Image Texture 你可以点选它 把Color连到Base Color 然后按Open 它现在变黑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图 然后按Open 到你刚刚储存资料夹的位置去找到那张图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 我现在直接回到我们刚刚的资料夹内 那第一个我想要拖拉Color Color直接左键点选 然后进来这边 左键放开 刚刚出现错误息 所以我们再一次 左键点选 进来左键放开 那它就可以汇入一个Image 那这边Color连到Base Color 可以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木头贴图材质就出来了 那现在它没有 它现在看起来很平面 所以我们现在只汇入了Color的贴图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把其他的汇进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汇入进来的是Roughness 也是一样左键点选 拖拉到里面放开 Roughness呢 左键可以直接拉到这边 它也是连接Roughness的 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要改的地方是 在Blender的Shader Editor中 除了Color这个贴图本身 要维持RGB 这边有一个SRGB 除了是RGB之外呢 其他所有不同功能的贴图 它都必须把它直接改成 Non-Color 也就是说在Blender中 它并不会把这个贴图当作是一个颜色的贴图来看待 它只会去读取上面传达的资讯 然后把它转化成输出后的样子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下一个贴图 下一个贴图我们可以放入Normal Normal拉进来之后放这边 那一样这里先帮它改成Non-Color 然后Color连到Normal 但是这边你可以发现这个点是黄色 这个点是紫色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不能直接这样子连的 我们刚刚连当中黄色对黄色 黄色对灰色其实是还是OK的 但是这里看到黄色对紫色的话 它其实是不能这样连的 这代表Blender中没有办法去读取这个的资讯 所以中间一定还要再新增一个别的node 那这个node呢可以按Shift A 点选之后把它放到它们两个中间 你如果放两个中间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两个线连起来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是黄色对黄色 紫色对紫色 那这样子连起来就会是对的 再来我们要放进来的是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放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你可以看到material output 这边有一个displacement 所以有些人会直接从这边 然后新增一个bump 再连接到displacement 或者是另外一种我也会用的方式是 这里先把它改成non-color 然后按Shift A vector bump 连接到这两个的中间 然后这个直接连接到height 那可以发现现在颜色变得非常的深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strength很高 所以如果把它改成类似假设0.3 那它看起来呢就会有一个高低起伏的样子 但是又不会像刚刚那么深深到不自然 或是你可以把它再改成浅一点点也可以 那这边也可以直接用拖拉的方式去看它的效果 再来我们要新增的是AO AO的话呢它跟color会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AO左键点选拖拉进来 放开 AO的话维持RGB是OK的 那这边按Shift A新增color mixRGB 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的color的贴图连接过来 然后AO的贴图连接过来 接下来这边的color直接连到bestcolor 那你可以看的话现在颜色变得变得奇怪 它之所以会这样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mixRGB这边的模式用的叫做mix mix的意思是它现在连接左右两个 但是如果你拖动中间的fact的话 但是如果你拖动中间的fact的话 它就会直接变成纯AO或是纯color 也就是它其实是在两边中间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0.5 就代表它有0.5的AO 也有0.5的color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改成别的 上面这边有一个overlay 可以点选它 改好之后呢 它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两个的位置对调 对调之后 它就是一个既有color也有AO的贴图了 那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时候 有新增了一个note Wrangular 这个功用是 现在你如果按住Ctrl加Shift 并且左键点选其中一个贴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viewer 这里有一个叫做viewer viewer的线呢 直接连接到这个贴图这边 那它的作用是直接让你看到 这个贴图现在的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如果连过来 这边就是color的贴图 连过来这个就是roughness 它可以帮助你看到 在连接到最后一刻之前 到这边为止是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我现在Ctrl加Shift 左键点选overlay 那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没有添加是这样子 添加了之后呢 它的线条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这些都还是没有经过principled 也没有添加其他的normal或是displacement 或是roughness 它现在的我们看到的样子 就是连接到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想要看到最后的成果的话呢 一样是左键点选 然后加Ctrl Shift按住 就可以回到这个才是我们最后算图出来 会看到的样子 这里还可以介绍一个一定会用到的功能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木头的花纹 它的pattern可以缩小或是放大的话 要怎么样去做呢 这里因为我们刚刚新增了noterangular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按快捷键 快捷键是Ctrl加T 它就会帮我们新增mapping跟textual coordinate 那如果你没有用那个rangular的话 你按shiftA直接到这里面去把它新增这两个出来 再把它连接在一起也是OK的 那我们现在新增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vector连到每一个贴图上 连接好之后 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scale scale是xyz 你可以单独去把它输入不同的数字 或者是左键点选然后移动滑鼠再放开 把三个都选起来之后 我们这边如果按3 然后按enter确定 那它就可以变得比较小 如果想要把它放大的话 三个连选起来按0.2 那它就会变得超级大 那我们按1 1是它原本的大小 所以如果想要把它缩放的话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另外还可以介绍一个蛮有趣的功能是 我们这边的textual coordinate是用uv去连的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用object去连 如果我今天新增一个球体 shift a 然后新增一个uv sphere 右键shed smooth 然后把它拖拉到上面 这时候到右边的材质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进blender的时候 它帮我们新增一个material 那我们刚刚自己又新增一个material.001 现在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它现在是以uv的方式 在把这个材质 这个贴图投射到这颗球上面 那我们下个教学会比较简单的讲什么是uv 现在呢我们先学怎么样去操作object 如果这里点选object 然后到vector的话 可以看到它长得不太一样 那object的功能呢 其实是把材质用投射的方式 投射到物件上面 所以object会有一个优势是 今天不管你uv拆的怎么样 你如果用object 它就完全不管uv怎么拆的 它有点像是在物件的周围 放了非常非常多的投影设备 然后把材质直接投影到这个物件身上 所以今天如果我想要让这个物件看起来会比较正常一点的话 我可以到这里 这里贴图有个flat flat我们可以选box 然后把blender拉到底 这个的功用在于我现在跟这个贴图说 我们要用这个贴图 把它用投射的方式投射到物件的身上 所以它是用box而不是用flat 不是用平坦的方式 那blender0跟1之间的区别是 0的话它就是单纯的投射上去 如果中间有一些很明显的切线的话 它是不会帮忙去做消除 但是如果把blender拉到底的话 它就会把切线消磨的像是没有存在一样 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全部都用成box跟blender blender 那可以看到它就长这样子 这里的话scale 可能可以让它小一点 0.2 那它出来的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可以还是把它改成uv uv去连vector 那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把它改成了box 所以这边可以全部再改回去 全部改成flat 那它就会正常的显示了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也就是连了这些贴图 这五张贴图进来 如果你回到solid的模式的话 它其实也还就是一个平面而已 但是因为我们连接了贴图 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会看到它的颜色 看到它的深浅 甚至是会有一些觉得凹进去或是凸出来 还有不同的反射的效果 那这些效果都是贴图所做出来的 贴图的组合把它组成了一个shader 那这个shader在算图的时候就可以被看见 最后想要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快捷键 我们刚刚的贴图都是用手动拉进来的 但是如果你使用到node-rangular的话 就是刚刚在preference里面有打过的那一个 如果有使用那个add-on的话 那在这边其实不一定要手动拉进来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全部先删掉 然后到principled bsdf这边按ctrl-shift-t 接着到我们刚刚存档的资料夹内 然后按shift左键点选 把这五个全部选取来 然后按principled texture setup 那它就会自动把我们连起来了 那可以看到它这边的displacement 就是直接连到material output 那两种方式都是可行的 那如果你现在在看画面的话 发现它已经帮我们把材质汇入进来了 它是一个比较快速可以立刻汇入材质的方式 但是我们之所以会需要知道怎么样手动设定 是因为有的时候材质的命名 它不一定是按照blender可以汇入的方式命名的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有时候是可以用 有时候其实不能用的 那在这个范例当中它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而且它在汇入进来之后 也会帮你去区分mapping跟texture 并且帮你把所有该设定的地方都先设定好 像我们刚刚说这边noncolor 它也是都设定好了 但我还是推荐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node editor的话 希望你还是可以试着手动全部把它连接在一起 甚至是这边texture coordinate跟mapping 你也可以直接到shift a这里面去寻找 然后同时看里面有一些什么样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使用的node 这边node有非常多 我们不一定全部都会用到 但是如果需要使用堆叠的方式去叠出很多不同材质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 我们学会了跟shader editor更多的相关的概念 也学会了怎么样在blender中可以连接贴图的方式 包括ao,color,displacement,normal map跟roughness 这些贴图的连接跟组成可以堆叠出一个基本的材质球 那这样子的材质就可以附加在物件的身上 让它看起来有那个材质的效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 如果你觉得教学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赞跟订阅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个教学见 拜拜